我们注意到这一报告 美方昌年里月以所谓航行自由为借口 无视他国海洋权益和安全关切 频繁派遣军用舰机侵害他国主权安全 破坏地区和平安宁 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并呼吁有关国家共同反对这种海上霸凌行径 美方至今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都没有加入 却屡屡凭借奸船内炮四处野蛮执法 实质上是在挑战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持续威胁海上航行安全 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这些行为不值得发布什么报告进行自我标榜 反而应该深刻反思一下 自己的一意孤行自以为是 究竟引发了多少碰撞事故 造成了多少人员伤亡 我们敦促美方拿出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担当 停止所谓航行自由行动 不要再发表此类不负责任的报告 切实尊重他国的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 多做一些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谢谢大家